歡迎收聽焦土克 Just Talk 我是伯伯伯代表裴裴 我是ABC代表Shannon 好好過完我們聖誕節立馬要迎接的是 跨年 沒有錯 Happy New Year 是不是 是不是 國外沒有講跨年那個詞啊 我們可以說countdown 就是倒數 倒數對不對 因為像我們就是講跨年 因為跨年 like leap year 是說二月不是有時候有一個多一天嗎 叫 leap year 就有點聽起來像跨年 那中文叫什麼 那個 哪一個啊 就是二月不是有時候有29號嗎 對 什麼潤月之類的 所以我們那個叫 leap year 跳過了一個年 所以那個對你們來講是 我覺得啦 我翻譯的話會跨年聽起來比較像 leap year 我記得韓文的單字裡面也沒有跨年耶 然後我朋友前陣子去韓國玩 然後他就在想說那就是要怎麼講說他想要跨年 所以他都問大家說要去哪裡happy new year 哈哈哈哈 是非常可愛 好啦 但你要去哪裡 happy new year 我們今天是 今天 今天的重點是happy new year 我今年喔 應該就 就是 其實我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應該就是待在家 看看電視 對 對我會看情況 如果會睡覺 就 如果今年 就是 跟我 我有幾個很好的朋友 那我們常常會一起過跨年 但這幾個朋友都不認識 所以我就會連流 所以如果是我的好朋友Jamie的話 那我們就會待在家裡看電影 就吃東西看電影 然後有時候都不到12點我們就睡著了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就每一次跟他跨年的時候就一定會出去 然後一定會去夜店 他很愛party的 所以他今年會來台灣 所以今年是要出去 對我第一次在台灣跨年夜 哇真的 做體驗 然後就碰到他 因為我們 裴裴家是非常家管研 就從小就是 都有門禁 我是一直到了大概 大學 大概大二的時候才可以去 外面跨年 那一跨完年就要坐車回家 就倒數完 321 啊 我要回家了 就是根本也沒有跨到年 所以 我都選擇 我這唯一一次 有去外面看過101的煙火 之後我都選擇就是一群朋友 如果出去的話就是一群朋友然後 大家一起在家裡啊 煮煮火鍋啊 就是烤肉啊 最好是那個朋友的家會有一個陽台 然後可以看到101的煙火 對對對 蠻溫馨的 然後大家一起交換禮物 還有禮物啊 有啊就跟朋友一起 那聖誕節 跟跨年這麼近你要買兩個禮物 呃對耶 哇喔 對啊 在台灣就是自從快到聖誕節就是無止境的交換禮物 就是如果 那男生更可憐他們2月還有一個那個什麼親人節 對啊 然後女朋友生日又3月 以前個性比較你知道愛玩的時候比較很喜歡熱鬧的時候我有一年從聖誕節前戲吧然後到跨年我大概交換五六個禮物吧 哇喔 我覺得超累的耶 其實蠻破費的 對啊對啊我常常會 就我很好很多朋友我就說請你我們就不要交換禮物了好不好就說好 對 沒錯 或是就是因為有時候他們就沒事買一個那種你根本不要的東西 我最害怕收到就是熊娃娃 對因為它又灰塵又多然後台灣有草詩裡面都沒 我有一年收到四五個熊娃娃我覺得好可怕喔因為我本人又不太愛娃娃 對然後它在那邊有一點晚上有一點可怕 我都把它拿來送給就是小孩子之類的很可怕娃娃 對但就是長大之後就比較沒有再過這種節慶就是想說吃吃飯就好這樣 對它跨年我們有一年就跟我現在要來台灣的朋友Amanda我們跨年然後就到了就是1月2號的時候我們朋友就問我們說啊你怎麼看起來這麼累 我就跟他說喔我從去年就沒有睡覺到今年 哇 就沒有辦法 很猛耶我有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夜唱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慫的人 看起來不像就還好 我人生第一次夜唱就是有一次在跨年那它也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經驗 大概才前一兩年的時候吧人生第一次夜唱就跨年大家在KTV唱歌唱歌然後順便跨年這樣 會有很多不同的過法 對啊對啊 那今年的話就是 我美國的朋友 就大概有四十幾個人要來台灣 那我只認識大概兩三個 然後他們就是在101旁邊一個夜店訂了一個桌 對然後就叫我一定要去 我知道我知道那個桌就是 但是其實 很貴耶 你要算好風向 有時候風向不好你也只能看到一股煙 沒有啦那時候應該他們有桌子就表示有很多酒 對有很多酒 對所以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記得 就是我們下一次節目的時候如果妳問我不確定我會不會記得 跨年發生什麼事情 希望可以 我們還可以再分享就是 After跨年完了 今年怎麼開始啦 真的 這就是一整個非常歡樂的禮拜 從 聖誕節到跨年 可是通常如果我不記得我跨年做了什麼就是因為我沒有出去 就在家裡睡覺我到底幹嘛了 而且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常常就是只要到 聖誕節前戲然後到跨年的時候都非常浮躁 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 然後往往那個時候又是快要期末考的時候 Oh no 對啊 然後就也沒有很認真的在讀書 我們美國都是考完對不對 考完然後就放假 然後放假回去的時候就玩完了回去的時候看到成績 然後就可能就被爸爸媽媽說不行出去玩 但也沒關係已經沒嫁了 真的就從聖誕節歡樂到現在 我上一次忘了問你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 我很想知道就是 你在 幾歲的時候開始就發現 聖誕老公這件事是沒有過的 這個就是很好喔 然後我可以說因為我媽媽也是 已經知道了 然後他有時候會聽節目 有一年 然後我還蠻小 那我哥哥大我四歲 然後我就很興奮起來了對不對 那我們是有那種 就我們在加州的家還有那個 就是煙囪對不對 所以我就衝到煙囪那邊掛的那個 就叫什麼小襪子 然後我就一翻 沒有東西 我大哭 我爸爸媽媽就衝出來 怎麼怎麼 然後他們就想得到 他們昨天晚上睡著了忘了放禮物 但他們又要等我們睡著嘛 然後我們前一天都會去我乾媽家 所以就很遠 然後開車回到家 他們等我們睡著 等到我們睡著 他們兩個都睡著 就忘了放 然後他就說 啊聖誕老公公今年太多小孩 你再回去睡 半個小時他就會來了 哪一個小孩會回去再睡半個小時嗎 然後我就 在我房間很生氣 聖誕老公公公 我覺得我那一年那麼乖 明年要壞一點 反正沒拿禮物 然後我哥哥那時候就跑到我房間 然後我們兩個就去偷看 然後我爸爸媽媽就在塞禮物 在那個襪子裡 然後我就要大叫的時候 我哥哥把我抓到他房間說 你千萬不行說 你知道的是他們房的 因為如果我們知道了 他就沒有禮物 他說我早就知道了 你哥哥好聰明喔 所以我們就繼續裝了大概四年吧 所以小朋友是非常非常精明的 對 更好笑的故事就是 我表姐 他比我大大概 十幾歲有 他到了18歲才知道聖誕老公公是假的 那很好啊 就是他爸媽就營造的很好 不是 因為他爸爸媽媽從來沒給他準備聖誕老公公的禮物 然後他就覺得說 啊我們家沒有煙囪 所以聖誕老公都來不了 不是他 不是他不愛我 也不是我不乖 就是他來不了 沒關係 他這樣很心酸 然後更可憐就是 他發現是 他坐在他那時候高中男朋友家 他說啊你好好有煙囪 然後他說為什麼我們住家就從來不用 他說可是聖誕老公公可以來啊 他很真 很serious 他男朋友就看他說什麼 所以那一年是他第一次收到聖誕老公公的禮物 不是男生送他的 那也蠻sweet啊 還蠻爛慢的 然後每一次碰到小孩子 我媽媽就想要說這故事 我就要把他拉到牌面說 妳千萬不要想這故事 在小孩子的面前 小孩子還相信呢 對啊 小朋友通常都很相信 對啊 所以妳一說他就蛤 什麼生姦老公不是真的啊 對啊對啊 那所以那時候大概妳是幾歲我想大概知道 我發現是我大概我覺得有六歲吧 六歲喔 六七歲 大概幼稚園大半 或是小學一年級左右 妳呢 那也還蠻可愛 我不知道 我記得我有記憶以來就好像沒有什麼相信 可能三四歲的時候有相信過 對 因為美國就每一個小孩子都會被爸爸媽媽騙 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對啊 很可愛 而且真正傳統美國人的家庭啊 像我朋友他是就很白的白人 然後他到現在還是會收到聖誕老公公的禮物 然後他全家還是會每一年交換禮物單 然後就有一個人幫他買禮物 然後就是感恩節的時候他們會在鞋子裡面放那個 寫一個紙條放到鞋子裡面 好可愛喔 然後就會有一個人 每一年就有一個人會收集這些紙單 然後再交換然後就會去買 然後他還是會收到爸爸媽媽給他的禮物 我就覺得好不公平 妳每一年都收到兩個禮物 很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一個 你知道 嗯 故事的感覺 就他都知道不真的可是還是會收到 但會延續這種很溫馨的感覺 欸那台灣會不會就是到那個mall裡面 然後有聖誕老公公坐在他腿上跟他說 我今年要什麼然後跟他拍個照 沒有欸 在美國很流行這樣子 可是我從小就覺得很可怕 為什麼我要坐到一個我不認識的白胖爺爺的身腿上 你知道嗎 就覺得很恐怖 你心裡的OS很多欸 對 然後我就不想要 然後就在周圍學校他們就要拍一個假的聖誕老公公 然後我就打死不去跟他拍照 然後就大哭 然後那聖誕老公公就覺得 他以為我是排隊排太久生氣 所以他就排隊我 然後我就更大哭 只有一個小孩被聖誕老公公追 小朋友真的是 就是各種像我我姐生兩個小孩嘛 一個聖誕一個聖女 然後他們也是每年我姐也是會給他們假裝有聖誕老公公這樣 對就很好玩 長大了一點的哥哥 可能差不多幼稚園中班的哥哥 他每年都超期待 那妹妹還沒上幼稚園他就完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反正就是有禮物拿 就好像有一個概念 對 還不懂為什麼 對 還不懂為什麼 但是就很可愛 就看到他們會很期待有聖誕老公公的樣子 很可愛 欸那你今天有弄聖誕書嗎 沒有欸 我都沒有 真的啊 對阿 我有弄一個小小的 喔好可愛 而且我前幾 上禮拜吧 有先收到Shannon先給我的小禮物 喔對啊 超可愛已經吃完了 就是一個瑞典的糖果 然後就是到了聖誕節的時候 美國最popular最大家最愛的糖果 他們會做聖誕版 所以就平常可能有紅綠黃什麼顏色都有 他就只放紅色和綠色的 超可愛的 而且就是我覺得就是Shannon有做一件很歐美的事情 會在盒子上寫畫 超可愛 然後把它包一個那個蝴蝶結 很多亮片的蝴蝶結 就超好過 那天你有沒有回到家身上都是亮片 對 其實我在這邊拆開的時候 我就先把亮片的蝴蝶結往旁邊放了 哇超都是 對我就晚上洗澡的時候發現我身上很拍有很多亮片 因為在綁的時候還噴 真的 超可愛的 對啦 好這就是我們這次聖誕節跟跨年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就是目前的計畫 我們 等跨完年我再聽聽看你去哪裡party 好我盡量記得 對啊那大家有任何的好玩有趣的事情在跨年或是聖誕期間也歡迎跟我們分享唷 對啊讓我們知道 對就好玩的事情 好啦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拜拜 拜拜 明年見 明年見 嘿嘿嘿 繼續 再次 再次 次